日前有名罪汗闖見的花蓮市一間連鎖超商 不僅是亂吐口水還試圖破壞東西 就化演變成為是暴力事件 店員嚇得趕快報案 不過罪名罪汗還是不配合 對警方還動了出口 最後警方只好出動辣椒水 把這個男子帶回保護管束 也依妨害公務罪移送花蓮地檢署偵辦 警方一邊闡述經過聲音還微微顫抖 因為就在不久前 有名罪汗闖進了花蓮市這一間連鎖超商 不僅是亂吐口水還試圖破壞東西 就怕演變成暴力事件 店員嚇得趕緊報案 店長店面不能抽煙 你哪一條法條跟我講 哪一條法條跟我講 警方到場後 這名罪汗仍然不願配合 甚至還動出口 最後警方只好出動辣椒水 將男子帶回保護管束 你欺負我是不是 你欺負你欺負店家好不好 我 請你配合 請你配合 6月2日晚間時時許 本所獲報轄內超商有罪和鬧事 並對超商內多媒體失誤機 吐口水及拉承影衣機 本所獲報後 旋擊趕赴現場 並勸導該名男子離開 男子拒不配合 並以髒話入罵 且做事攻擊警方 警方施以強制力將其管束 過程中男子不斷腳踢攻擊員警 警方強勢執法 將其善靠逮捕 40歲的送信男子 在酒醉後出現脫緒行為 警方到場後還屢勸不聽 全案依妨害公務罪 移送華聯地檢署偵辦 至於在超商內抽煙 也將提報衛生局 來做後續裁處 記者徐立芹華聯市報導